在以前的视频里,我拍过一个普吉海滩重生的视频,记录了一些巴东海滩的变化。 现在三个月过去了,如今的巴东海滩是怎样了呢? 我现在就在普吉岛曾经最著名最火的商场,江西冷商场。 那今天是这个商场的最后一天,明天就关门了。 那在我身后这个巴东新建的中央百货,现在也是已经关了,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关的,反正现在已经大门禁闭,已经不开门了。 那江西冷商场呢,它从疫情开始一直坚持到现在,虽然里面每天都是门口罗雀,但是它依然是每天在开的。 然而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今天商场里面在做很大的折扣。 所以今天呢,我也是过来淘宝一下。 江西冷商场始建于2007年,它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占据普吉岛最热闹的巴东地区最中心的区域。 同时呢,它也是普吉岛最大的商场。 江西冷可谓说是见证了普吉岛最光辉,最繁华的岁月。 直至去年三月,泰国封国以前,都依然是普吉岛最火的旅游打卡地。 疫情发生后,普吉岛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巴东地区由于以前主要是依赖游客,常住人口比较少。 江西冷商场的人气也是急转直下,一落千丈。 外部商铺纷纷陆续停业,只有商场内部还在维持。 商场最后一天,大部分店铺、柜台都已经撤走了。 也有一些在清仓的品牌都是打出了二折三折的大折扣。 江西冷商场也一反往日的冷清,突然涌现出了不少来扫货的客人。 然而这也是最后的一丝喘息吧。 我问商场的工作人员江西冷什么时候会开,他们都说不知道。 可能很久以后,或许等旅游恢复了,再会开放吧。 三楼以前有儿童游乐场,还有电影院之类的。 现在已经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了。 然后二楼的商场里面已经几乎全部清空了。 只有一楼的还有一些店,现在是在做最后的折扣。 其实对于商场来说,客人不多,入不服出,每天开业光电费,人员开销,都是一笔很大的开吃。 选择关闭,对于业主来说或许是好事。 但是,又有多少的普通员工面临失业,又有多少的家庭会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压力呢? 那现在整个江西冷商场呢,只有我身后的这个Big C超市现在还在开。 Big C超市为了向大家说明它还在营业,还专门做了一个这样的牌子。 然后上面写着每天营业,然后还写明了营业的时间。 对面这边呢,也是停了,有货车正在拉东西。 那我现在到Big C超市里面看一下里面的情况。 对面这个门呢,原来就是进入江西冷商场的大门。 现在就是整个把这个大门就封起来了。 然后另外一个通道这里,通往商场的这个入口,全部都用这种娃娃机给挡起来了。 以前呢,江西冷这边是有一个门,这边是有量体温从这边进去的。 然后现在这个门也堵不上了。 那这种巨大的乡市卡车呢,就是有一些物品,前两天没有来得及拉出来的。 就是这两天从商场里面运出来。 这些商家都是从里面,现在搬出来。 这是江西冷的前门。 前门已经有很多的栏杆都已经挡上了。 就根本进不去这个中心的广场的区域。 这个区域可以说是以前普吉岛最热闹,人流量最大的区域了。 但是现在没有了游客的情况下,也只能是这样子很冷清,一片萧条的景象。 现在海边忽然有这么多人提着垃圾袋,不知道是不是过来捡那个海胆的。 过去看一看。 昨天看到新闻上说,巴东海滩这边出现了一千多个巨大的红色的海胆。 不知道今天还能不能看见。 是水草,非常多的水草。 哇,的确,在这个岸边,好多的水草。 然后这些清洁人员呢,都是过来岸边捡这个水草,然后海里面也有人在打捞水草。 我们看一看,上来之后是什么样子。 哇,这么多的水草。 我们是把这个水草,然后跟这个沙子混在一起,搅一搅,然后就比较容易把它清理上来了。 orden定的海草。 首先能看到,看一看。 这样的水草。 看看这个车上,已经装了半车的海草了。 不知道怎么会冲上来这么多的海草 前两天清理海胆 今天又开始清理海草 巴东的海滩上 以前的大部分的那种艺术装置 还有海滩酒吧全部都撤走了 都没有了 那么现在没有了这些艺术装置的装饰 但是这个海滩又显得非常的平静 也很平淡 巴东的沙滩依然是很美 只是商场商铺关闭 街道海滩冷清 这样的巴东已经不再是从前的巴东了 三个月前巴东的宣言是永不延弃 但是现在呢 唯有祝愿它能够早日好起来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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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